推動大型體育盛事是我們的體育政策之一 亦都透過M品牌的認證制度去支持這些體育的盛事 今次的活動亦都獲得了M品牌的認可 政府亦都會向主辦方TELA Asia 提供1600萬的配對撥款和直接的場地資助 和一系列的其他配套的支援 協助這項活動可以在香港順利舉行 這個活動除了一場比賽之後 更加有很多有意義的地方 就是政府會和主辦方一起合作 免費將在2月3日公開訓練場次的15000張門票 給香港的學生、青年運動員、產生運動員 以及一些基層家庭到現場去欣賞 另外,鄭華和Michelle亦都說過 主辦方會舉辦兩場特別環節 安排香港隊和國際馬亞密CF的部分球員 和香港青年足球梯隊的學員 進行一些交流和互動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這些活動 激發起球員的鬥志 亦都鼓勵本地的年輕運動員 勇於追求足球的夢 今次的旅程將會是國際馬亞密CF首次出訪亞洲 我們很榮幸可以成為其中一站的城市 反映了香港作為亞洲城市之都的吸引力 我們知道不少來自大灣區以至東南亞的朋友 都會專程來到香港欣賞這場比賽 政府亦都明白 很多市民對今次這個球賽 反映是非常之熱烈 由於座位有限 部分的球迷未必能夠購買門票入場觀行 因此政府亦都和主辦方協商了 市民是可以在比賽當日 透過免費電視觀看賽事的現場直播 近年九月份 廣島 屬於座位移送給予 中國公開 向網站 通過免費電視 新海報 通過免費電視 提出 此為何 公開 通過免費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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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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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放 虧樣? 原價2980門票 有人2000元虧著放 由球和美斯領軍的國際賣阿密 星期日將會在香港大球場 與香港隊踢表演賽 不少球迷都很期待 黃牛黨當然想乘機賺一筆 結果就只聞到一股焦味 在旋轉拍賣平台Carousel 可以見到不少人都標明便宜 亦有人買三送一 出售原價4880門票 同一個價位 更加有人以4880元兩張半價值出 就連第一行的領位 都要65折大減價到3280 其實這場表演賽 12月15日開售時 只花了兩小時就已經全部賣完 之後不少網民就在網上交易平台放售門票 部分更加一度被炒高到兩至三倍的高價 不過隨著民體內局局長楊潤紅 早前宣布 市民將可以透過免費電視欣賞賽事直播 就出現懷疑炒洞飛的現象了 好 好的 請問一下 請訂閱 請訂閱 辨遠 了 開始 請問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